請問 開胃啊 真的嗎 怎麼會有市場啊 那很好 九集都在咬錢了嘛 對啊 還給我鹽燈耶 那妳確定是 去保盆 這是九集嗎 這是九集啊 那不是九集 大家的 九集有五個啦 這是那個 旗林彩八卦 是彩八卦對不對 對 這個旗林彩八卦 有的人是 有的人掛在客廳的正門的前面 左右 必煞正宅的意思 你沒有拒絕他 我想說是 我會建議你把這兩個旗林 拿到外面去放 這邊那邊正好有毛毛毛有沒有 也做一個正宅避邪的規劃 那還有哪裡要改的 它有一個福在一半的這個 米勒佛 米勒佛對 米勒佛非常慈悲 算是財神 它有點香請財神 對 那個啾雞有沒有 你不好敲敲是塑膠的還是木頭的 塑膠的 講真話對不對 對 塑膠的 會講不行嗎 通常叫原物 原礦 原石 加上名師 髮王 高聲 加齒 洪生廟裡面的天爐過火三圈 放在柴味我覺得它是加分的 效果高 它這個塑膠就像是 放大同寶寶是一樣的 什麼要加分 但當然寶寶是塑膠的 就像你穿的衣服是棉的 你不會穿塑膠的 你會下雨 千萬不要用這種 我們所有化學的東西 做柴神 沒有效果 那鈔票就是符咒 綁在這個青蛙蛤蟆上面 就是一個帶財的蛤蟆 就會咬錢回來 OK 好 三角殘除 對 是指進不出的嘛 對 好嗎 妳說 提琴 我想請問老師說 那個麒麟我是可以怎麼擺 我可以掛 你可以用紅線 先拿到錶 你可以貼路過我三圈 用紅線綁在這房子兩邊 裡面還外面 外面都掉掉 台風又來了 不能往外面 活到外面躲 大家會在那邊等 OK 真的要上去 雜到人不得了 對啊 對 出了命 老師可不可以 在這邊也教大家一下 因為可能最近很多人 換行業 或者是不小心被裁員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罷工 真的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加強自己的事業運 其實每次都試過的 非常的成功 除了增加還有測試裁運 第一 確定有一個裁位很好 第二個 你把魚缸拿來這邊放 其實也不減分 增加這個水流 水流財 剝落財 代表流動的錢財 至少有進有出 是 其次有人會放個盆栽 盆栽的綠葉 叫水木香生帶水 也能夠增加財運 是 其實有人會放居寶盆或金洞 每天會丟錢進去 叫日進斗金 藉由真正的錢幣或紙幣 來增加財氣 那麼財神入財香 財幣 錢幣入財庫 不得了得好 真的 跟著老師走 財運自然 有 我跟著他走我就有了 你知道上次他送我一個 這麼小一個 對 不然我又念了一下 他就幫我換了 這麼大一個 你是讓我的零錢每天丟 都丟過滿 那邊 霹哩啪啦 要去沙塵塔 對 但是就是有那種 日進斗金的感覺 對 所以每天都要丟一點 他有人抱 越丟越旺 一下法國 一下阿富汗 布丹 布丹 要去印度 朝聖去拜拜 我一團差不多五、六十個 我是覺得我們現在快來賭房 我覺得 我們聊去完的事情 他也有講那種的 對啊 我相信你就害怕 對啊 我覺得他酸民 對 不想要你去 對 而且非常想要喝酸奶 我們去廚房 廚房拿一下 冰箱看看有沒有喝酸奶 好不好 等一下 出外籠邊的大片目的 引氣過重 容易造成家中男性出外發展 受到妥愛 甚至招來血光 可以將窗戶用木面貼紙遮起 眼不見為鏡 或擺放九宮八卦來化解 記得化煞物得朝向煞氣 並且別讓任何雜物擋在前方 才不會影響效力 而屬於神獸之一的麒麟 可以化解涼煞 洞土煞 以及火煞等等 除了化解煞氣 更有許多其他的功效 例如放在柴位 可以幫你鎮守財庫 放在夫妻主握床頭 則有助於求子 頭朝外放在居家大門口 則是鎮宅避邪 使家運順利平安喔